室内飞这个很危险 等一下变成这台模式怎么办 大家好 这里是信物费墙 看一下今天卖出去的晶零3s1 3s1最近很畅销 便宜很简单 它比晶零3系列里边配置最高的3p 就只相差了一样东西 它就是屠床 然后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 相机定位 像素 智能功能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价格直接便宜了三分之一 直接便宜到了跟晶零3s都差不多的一个地步 所以最近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原本呢 我这里是有十几台的 最近20台 但是呢 价格一降之后 现在只剩下了2 4 5 加上今天卖的 总共就剩下6台 今天这个发出去之后就剩下5台了 还有一款跟晶零3s差不多的 也就是晶零3的4K版 这个之前发过视频 但是还是应该好多人都没见过这个机型 说不定听都没听说过呢 毕竟连大疆自己的软件都不显示这款机型 需要你连接上当的遥控器之后 它才会显示 这个4K版单了 整体配置都比晶零3s低 所以价格也会更低一点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3s1划算一点 字典全正常 然后送了一张32G内存卡 这是一个标配的 起飞看一下 我相信飞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室内飞这个很危险 等下变成姿态模式怎么办 包括我的摄影师刚才也都说了 这里我的回答是呢 如果你对无人机有一定了解 并且能完全的操控它 那你在室内用姿态模式飞也是没问题的 但前提已经说了 新手就不要去模仿它了 很危险 别说新手了 像现在的无人机那么智能 像预3预2这种 就像室内在暗 它底下还是有灯光来让它使用这个视觉的 所以说呢 玩惯了这种贵的无人机之后 你再来玩这种便宜的 一进入姿态模式 你就两眼空空 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呢 我们要百分百杜绝这种情况 新手直接不要在室内飞 就好了 就好了 谢谢观看